好我們說量度一個國家的經濟表現有幾個重要的指標 第一個就是GDP 我們上課講了 另外會有些問題的就是失業率 一般物價水平就是那個有沒有通脹 我們今天就講這兩部份 考試首先會問失業率的定義 其實都是很簡單的記定義 不過有些事不要搞錯 失業率其實是勞動人口裏面的失業比例 就不要搞錯總人口 舉個例子 香港人口雖然有700多萬 但勞動人口大約只有一半 即是當中有些不計落勞動人口 舉個例子 例如合法工作年齡15歲以下那些 全職讀書那些 或者65歲60歲退休那些 或者中了六合彩根本不做事那些 那些全部會踢走的 剩下那些才叫做勞動人口應該要做事 而找不到工作才叫做失業 這樣都可以理解 失業是一個問題 你問問中了六合彩打斑腳不做事那些 那些人需不需要救濟 即是多鮭魚 再說多一次那些不叫做勞動人口 考試怎麼考就是一個比例 如果一個比例的分母增加 那麼失業率會跌 那麼分子上升 失業率會升 如果兩個都不知道變化的話 那麼失業率我們說不確定 然後下面問過幾年了 都是問失業有什麼損失 那都是很直接的 那我們記三個 有時問三個有時問兩個 那看回Past paper都是這樣問 很直接的 失業有社會的兩個損失 那麼我們再看看二三年那一題 就是勞動人口下跌了 那是否代表失業率上升呢 那看回勞動人口其實跌了 其他情況不變之下 失業率沒有再上升的 但是四分嘛 你就要解釋 那還有一個數未知的 就是失業人口有沒有改變 那你就要解釋一下 如果失業人口不斷跌 很多的戰爪不斷跌 那整個比例的失業率都會上升的 那這裡寫回 失業率是一個百分比 所以比例要乘100 那所以四分 最完整的答案 應該要解釋 哪個改變的比例 或者百分比高一點 好跟著到整體經濟 另一個問題 就是有沒有通脹 那首先通脹的定義先 有兩個很關鍵的字眼 不可以漏的 來多一次 你千萬不要說貴了 那就叫通脹 一個交叉無分 例如說一般物價水平 即是甚麼意思 不是單一物品 只是一樣東西 一個貴了 還未叫通脹 是大部分的東西都貴了 OK 第二 持續 是不斷地上升 連連地上升 為何要這樣定義 因為持續上升才會有一個問題 政府才考慮會不會做一些政策去解決 如果物價上升只是一次過 然後又跌下來 根本就不需要做任何的政策 舉個例子 可能有些國家或者城市 搞奧運幾個月 很多遊客來 那些東西真是貴了 但是服塞市完了之後 物價又跌了 這樣我們不當通脹 因為不是持續的 好了至於考試 可能會有另一個問法 甚麼叫通縮 就是相反 那我不再寫了 同學自己試試 寫不寫到 其實改一個字眼而已 好跟著下一個部分 就是怎樣量度 有沒有通脹 你不可以說我覺得好像有 那些東西好像貴了 不可以說好像的 我們統計學 真的有一些工具 第一個工具就叫做CPI 消費物價指數 還是所有指數都是這樣 某一堆東西 選一個年份 它開始的比例是100 一個比例而已 那如果你看到指數大於100 就是這堆東西的物價貴了 那至於這堆是什麼呢 就視乎你說什麼指數 那消費物價指數 顧名思義 就不是所有東西都計 只是計一堆消費品 的物價變化 即是同一堆消費品 相對於幾年 它通常是五年做一個循環 的 即是說如果你看到指數 由100去到200 即是同一堆消費品 在這五年間 其實是貴了一倍的 那接著就問一個問題 那CPI上升 是不是代表有通脹 嚴格來說不算 為什麼呢 下面有說的 因為它不是計算所有的物品 通脹剛才說了 是一般物價 應該所有物品的平均價格上升 但是CPI只是計算消費品 是不全面的 那既然不是量度通脹 那是量度什麼呢 那誰會買一些消費品 一般的市民 那即是說嚴格來說 它多過是反映生活成本 多過真的量度通脹 好了 真的量度通脹的話 我們會用下一個工具 那這個叫做 本地生產總值內含評價物價指數 簡單來說 就是所有貨物的價格變化 那即是說如果這個指數大過100的話 就是所有東西平均都貴了 那所有東西 另一個說法就是一般物價 那所以如果真的要計算通脹率的話 那我們應該是用這個指數的 因為它包含的物品是比較多 好了 接著一個環節就是計算通脹率 今年的指數減去上年的指數 除上年的指數 新減舊除舊 乘100 這個中學的數學百分比計算 那我們馬上應用一下2014年的題目 那第一題應該很簡單 就是5%的通脹率 好 第二B部分 那就是問都是量度物價水平的變化 凡是指數都是 那CPI消費物價指數 和本地生產總值評減指數 有什麼不同之處 那剛剛講完你可以講回 那CPI只是計算消費品 這個GDP評減指數就計算所有物品 那講了個分別每個一分 好 接下來探討的題目就是 通脹有什麼影響 是不是一定差的呢 跟我想一下 好了 假設現在有通脹 東西貴了10% 咦 但是你人工又加回10% 那我們想一下 其實沒什麼影響 那我們說 這種的通脹其實是預期的 其實實際上是沒有影響 水漲全高的 那麼相反 如果東西貴了一成 但是你人工只是增加2%的話 那你先叫有損失 那我們說 這種可能就叫做非通脹的預期 那些東西突然間都貴了 是非預期的通脹 突然間那些東西貴了 而你的工資追不回 好了那容我先講一個故事先 話說你在80年代 你簽了一份合約 說明你退休的時候 是有100萬的退休金 當時你很開心 你充滿了幻想 那你簽約的時候 名義就是說 要當時的物價計算 100萬呢 你是買到別墅的 向海的陽光與海灘 OK 好了時間光陰似箭 到了2020年 你終於完成合約了 拿到退休金100萬 我們說明義上 你是沒變的 都是拿回100萬 但是人最關心的是什麼 他購買力買到多少 你想一百萬 今時今日買到什麼 好了只能夠買到一間農屋 為什麼 通脹貴了 買不回那麼多 所以損失的解釋就是說 名義上 雖然你收的收入不變 但是實質上 你多次你解釋什麼叫實質 實質的另一個說法就是購買力 因為有通脹 特別是預期不到的 導致你的購買力下跌 買不回那麼多 總結 總結來說 什麼人會損失 好了 就是收錢那幫人 你要解釋的為什麼 因為有通脹 特別是非預期的 沒有調節到的 你收的錢的購買力 或者叫實質收入 就減少了 相反 有沒有人得益 或者有什麼共同特點 那幫人 沒錯 那幫人就是給錢的 那個解釋就是說 因為錢的購買力下降 所以實質上你是給少了 就是說在這裡的例子 我40年前問你借了一間別墅 但是今天我還一間房屋給你 那就搞定了 那就是實質上我是還少了 所以我就得益 所以 究竟是得益還是損失 你就要看一下它是收錢還是給錢 那我去看看Path Paper 好 題目問你4000多元的最低工資 但是突然間出現通脹 那誰損失了 那我們歸納了損失的特點 就是收錢的班 因為錢的購買力買不回那麼多東西 好答案 用工損失 原因 好了實質工資 什麼意思呢 寫清楚一點 工資的購買力買不回那麼多東西 所以就損失了 1分